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的一个股票挡挡获利换口袋之后 然后最近随着一个乌克兰的事件再度搬上台面 以及马航神秘的一个失踪 环拱的一个情绪再度的一个高涨 还有就是在3月18号19号 在FOMC美国的一个联准会 将针对QE缩减购债的一个规模 再度进行讨论 以及在中国大陆的一个出口的一个成长减缓 在这样的一个一连串的一个利空的一个冲击之下 上礼拜五激情过后 台股出现一次的一个大震荡拉回的一个洗盘 那么这样的一个大震荡拉回的一个洗盘 到底后世台股的一个行情 它的一个趋势向上的一个方向 到底有没有改变 我想在这两天 老师都跟大家说得很清楚 那众多的一个趋势 其实它并没有改变 当然 如果说你是看一般的一个软体 红买 翻红就买 翻黑就卖 说真的 那个不值得我们做讨论 因为那是事后的一个指标 那你看嘛 老师跟大家说过 你今天你在股票市场上 第一个 观念绝对要正确 你要从什么样的一个角度 去做一个研判 你才能够真正的一个掌握 整体的一个行情的脉动 昨天我也跟大家说过了 不论是从整体的一个政府的一个官员的一个心态 我们可以发现 因为在今年的一个年底 有七合一的一个选举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自从我们的金广会的主委 曾明中走马上任之后 接连推出的一个怎样 增三件的一个措施 然后到现在又即将开放 四兆的受险基金 能够把这些的一个资金 把它淫进到什么 台股来 所以你会发现在这个地方 其实政策 偏多的心态 非常非常的一个积极 第二个 就国际金融的一个情势来说的话 很多人可能会认为是说 哎呦 乌克兰这样的一个事件 哇美俄又在那边互呛了 又在呛瞎了 那这个事件 对于未来的一个台股 甚至全球的股市 是不是会造成非常大的冲击 如果说就地缘上的一个关系来说的话 当然对乌克兰的一个经济 或者是对整体的一个欧洲的一个怎样 他们的一个整体的金融的一个环境 因为地缘的关系 所以他所受到冲击会比较大 尤其很多包含着一个欧洲 他的一个天然气 都要经过乌克兰 由俄罗斯来做一个供应 所以你看在这个时候最紧张的是谁 当然是欧洲的国家 德国华国跟英国 他当然是不希望是说 因为在美俄的一个互呛的一个关系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造成在欧洲的一个经济 造成再一次的一个冲击 所以这件的一个事情 如果说我们从过去的一个历史的一个经验的一个角度来判 尤其你可以看到 如果你现在看到的一个整体的乌克兰 不论是在五年级或十年级 他的一个CDS 就是政府的一个可转换公司在 那你可以看到 其实CDS 他并没有出现异常的现象 他的利率还是维持在一个相对的一个怎样 稳健的一个安全的一个水位之上 所以这件的一个事情说真的 只不过是事后 因为盘氏的一个震荡 事后所堂塞的一个借口 在一点老师之前就跟大家说过了 所以就国际的一个金融的一个情势来说的话 或许3月18号19号 可能到时候FOMC 林总会再度的一个缩减购债的规模 再减100亿 可能当时候 可能还会因为市场上的一个心理 有所冲击嘛 还有3月16号的一个克里米亚的一个公投啊 可能市场上 目前大家都还在担心这些的一个问题 可是当这些的一个问题 事后你再回过头来看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些都不是问题 为什么 像2月5号宣传开完版当天 当天因为欧美股市的一个重挫 因为QE的一个问题 2月5号当天大盘指数一口气下杀200多点 来到8230的一个时候 当时候多少人也告诉你说 哇 因为什么国际上的一个利空的一个事件 所以甚至有的人说台国要跌破八字头 但是为什么老师认为这个地方就是天上掉下来的一个礼物 你会发现当时候的一个位置点 在哪一边 在这一边 在这一边 但是你现在事后回过头来看的话 你会发现这边就是最棒 最好的埋田 在这个位置点上 不论当时候啊 老师啊 送给大家的什么 西薄 数位影音的西薄 你看这一波怎么标的 或者是啊 3529的一个力望 哇 这一波也是啊 标的非常的一个凶啊 甚至3003的一个建核心啊 你可以看到 在我们大吉大利的金标股啊 的资料里面 老师给大家的一个股票 你会发现 每当啊 有利空袭击的时候 就是 最棒 最好的机会 当然老师不是说 今天涨上来了 叫大家再去做最高的一个动作 因为我们在股票市场上 你第一个你观念一定要正确 当机会来临的时候 你一定要在低涨的时候 要起涨第一时间 起涨气机的时候 你要能够勇于把握 然后大涨上来的时候 你才能够开心获利放口袋 这是我们在股票市场上啊 操作的一个真正的重点 那么第三点啊 我们可以看到 不论是在外资啊 或者是啊 业内大户的一个心态 在这个地方 其实啊 他们的一个偏多的一个操作 都没有改变 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啊 像台积电啊 2330的一个台积电啊 你可以看到哦 连这一波的一个台积电啊 都能够这样的一个拉上来啊 包含的一个啊 3008的一个怎样 大力光啊 哇 目前的一个股价 已经来到1300多了 又即将来到1400块了 然后啊 包含3691的一个硕核 哇 这档股票更是凶猛啊 哦这档股票你看 在去年圣诞节前信 那时候才300多块 老师送给大家的时候 但是现在呢 已经来到多少 来到七字头了 那这些都代表什么 代表现在外资的一个心态 市场业内的一个心态 它是非常非常的一个看多的 另外在昨天的时候 老师也从啊 在费波兰斯急速的一个 周级的一个理论 跟大家做过分享的 你可以看到 如果说我们在这一波的一个 行情的一个架构之中啊 我们把它夜线拿出来看啊 你可以发现到哦 为什么在这个月啊 它开始要进行的一个 震荡的一个走势啊 如果我们把它来拿出来看 从七月份 六九二二开始起涨 你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 二十一个月 六九二二 底部确定起涨 来到这个月叫做什么 第二十一个月 然后我们再来算 从六六零九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 好 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 从六九二二 到这个月叫做二十一个月 二十一个月在菲波兰斯的一个急速 叫做是一个怎样 短线的一个转折月 一个波段的一个转折月 但是如果从六六零九 来起算 到现在为止 它叫做二十八个月 所以这个就很清楚一个结果 代表我现阶段 我二十一个月 这个月面临二十一个月 但是如果我更大的急速 是从六六零九来起算的话 这个月只有二十八个月 也代表之说什么 更大的一个急速 它的一个方向还是持续的一个 怎样持续的一个向上的 我相信这一点 我在上个礼拜六 我跟信杰老师在台北的一个演讲会场上 老师都跟大家讲得非常的清楚 如果你在上个礼拜六 你有来参与我们这场的盛会 我相信你都获利满满 为什么获利满满 为什么每一次老师跟信杰老师 我们在举办演讲会的一个时候 会场上总是能够爆满 你看上礼拜六的时候在台北的一个天气多寒冷 而且在外面是下着一个这样 下着一个毛毛的一个细雨 但是有那么多的一个投资朋友的一个支持 老师实在是很感恩的 既然你这么支持的一个老师 我相信在上礼拜六演讲会场上 不论是针对整体的一个大盘的一个转折的一个规划 或者是在现场上老师跟信杰老师所提供给大家的标的 今天我相信大家都验证到了 那我们在礼拜六我们提供了哪些的一个标的 这个我们下节回来的时候 我们再跟大家好好来做一个分享 所以最重要的我还是要跟大家说过了 唯有养成好习惯才能够带来大财富 你真的啦 你在这个市场上 你不要被市场上的一个杂讯 影响到自己的情绪而所左右 而且你要懂得保护自己不要受到损失 什么时候该上车 什么时候该下车 你要能够一亲二组 那么第三个也是最重要 就是你要充分了解这个市场 与产业的一个脉动 紧接下来就是要懂得去选择 投资的一个行业跟公司 那么什么是值得投资的行业跟公司呢 我们休息一下 下一节回来 老师再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 李周投顾陈老师 22年来的实战操盘经验 专业实力与人脉金流 连业内大户都赞叹的股市高手 用标股来帮您写日记 让好运永远跟着您 有兴趣想赚标股的好朋友们 欢迎跟上投资的行列 掌握第一手的讯息 第一时间的买卖点 赚取第一手的获利 制服专线0277251377 77251377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华财经台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目前的一个大阪指数 我们来看一下 目前是上涨了一个32点 那表现还是非常的一个稳健 那可见大家的一个担心 在这个地方是多余的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目前来讲的话 上市贵公司掌停板的一个加速 还是高达有四五十加的水准 那这个代表什么样的一个含义 代表的就是说这个行情 其实它众多的一个趋势没有改变 在这个地方不论是在外资 不论是在业内 其实他们的一个心态 还是非常的一个偏多 那么既然这些的一个 怎样的一个状态都没有改变 那么后世的一个行情 你到底要怎么样来掌握 我常说啊 我们在这个市场上 要能够赚取大财户 你一定要懂得 不被自己的情绪所左右 而且要学会懂得保护自己 然后充分的一个认识 这个市场跟产业的一个脉动 以及选择值得投资的一个行业跟公司 那么什么叫做 值得投资的一个行业跟公司 就是这个行业 它必须要处在一个付出期 然后进入成长期 产业的一个周期是向上的 当这个产业进入了一个付出期的时候 当你能够啊 事先来做一个把握 那么后面这一段的一个上涨 相信各位你们 才能够赚得很舒服嘛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老师啊 在这一段的一个时间 我一直看好 包含的一个物联网的一个商机体材 从智慧城市的一个延伸 然后到物联网的一个商机的一个体材 然后再到一个怎样 工具机以及机器人 这些的一个概念股的一个怎样的一个体材 引申到电子商务啊 这些啊都是我们在今年 在全球股市 所有大咖资金 他们所看的方向 我们来看一下 像在之前啊 老师跟大家 所介绍过的 当然我不是叫大家 现在去买啦 我是要告诉你 为什么当时候在2月17号的时候 我们会带会员朋友锁定这档股票 当然我们已经获利了结了 那包含的一个西伯 为什么当时候在2月5号 2月6号的时候 我们要带着会员朋友 来锁定这档的一个股票 像西伯这档的一个股票 在2月5号大吉大利的金标股 老师也是有送给大家的 像811市的一个怎样 郑华店 这个是我跟信杰老师 在1月24号 我们所送给大家资料里面的 其中一档 八聚马里面的 一档的一个股票 好 各位接着投资朋友 你看郑华店他做什么 Boss系统 Boss系统 那时候才120几块 然后一路标到180几块 然后利旺呢 利旺是什么 IP的一个细致财 他的一个客户涵盖25加 半导体 都是国际的一个大咖 还有300家的一个IC设计公司 包含高通博通 这些老师之前都跟他说过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啊 像现在随着一个物理网 还有什么穿戴的一个专制 这些未来所要用的驱动IC 电源管理IC都要用到一个怎样 IP的一个细致财 所以利旺光收这些的一个权力金 以及在半导体景气成长的一个列车 所以难怪在这一波他的利旺股价 能够标得如此的一个凶悍 再来3541的一个西伯他是做什么的 西伯他是数位影音讯号处理器的大长 所以你可以看到啊 像现在所有的影音的一个下载 比如最近什么很红 来自星星的你嘛 对不对 这部的一个影片非常的一个红嘛 造成的一个台湾跟大陆的一个这样 的一个市场的一个风洞嘛 所以你看每天光是在线上下载 这些的一个人的一个资料啊 这些的一个影集啊 你看这样的一个流量有多大 那么讯号的一个处理 是不是非常的一个重要 所以为什么当时候在2月5号的时候 2月6号的时候 我们会带我们会员朋友 锁定西伯这一档的一个股票 而且2月5号当时候 新春开荒盘当天中错 很多人是笑得要命 当天老师送给大家大吉大利 金标股 就是要让大家大吉大利 我相信今天大家都应该大吉大利了 当然物联网的一个题材 不只是这一些 包含很多的一个 比如说像POSE系统啊 的一个非捷 非药的一个羚羊 你会发现啊 像非药的一个羚羊 它的一个POSE系统 它去年赚了7块3 然后它的获利 又比龙头厂的一个研滑还要好 现在的一个振滑 它已经来到184了 但是你看像非捷的一个股价 这个时候就相对来讲 就比较委屈了 而且啊 董事长他也说过了 他说今年啊 他们的一个POSE的一个这样 的一个系统啊 就是啊 PANEL的一个PC啊 它的一个今年出货量去年是22万 今年预估可以出货到26万 而且它也进军的一个医疗车载 这些的一个体系啦 所以今年的获利 可望大丰收 包含着一个怎样 WiFi的一个瑞捷 你看现在网路的一个建设 所有手机 你不论是在一个蓝牙的一个 怎样的一个传输各方面 以及XP的一个换机槽 你会发现啊 在今年的一个这样瑞域啊 它也有机会脱胎换股啊 所以你会发现啊 像今年的一个瑞域 它去年缴了6块多的一个好成绩 而且今年啊 随着XP的换机槽 半导体景气成长的一个列车 以及物联网商机的一个加持 然后这些的一个股票 在今年 基本上它的业绩都能够花光花了 老师啊 是把我所知道的 跟大家做分享 那我不是说叫大家去追啦 当然啊 真正什么时候该进 什么时候 你要先出一趟 如果说你不晓得 没关系你把电话拨通 老师来协助你啦 我很乐意也很大方 当然因为法规限制啊 在这个地方 有些东西 可能没有办法 跟大家讲得很完整 那你想更进一步了解 没关系你就打电话进来 那么包含着一个 在整体的一个机器人 跟工具机的一个方面 我从我们之前的一个蒙力 一波大涨上来 然后获利了解之后 你会发现啊 最近啊不论是在什么 IPC 武风也好 广机也好 威强电也好 甚至啊 最贏大将军啊 今天都起起来了 你看 啊 为什么最贏大将军啊 他会 我也会把它叫做 最贏大将军 因为不论是他的一个滚珠啊 的一个螺杆 跟线性的一个滑轨 他今天他在全世界 他是四战第三 即将迈向第二啊 而且所有的一个机器人 所有的一个工具机 所有的一个医疗的一个设备 都需要这项精密的一个仪器 去年是他激起最谷底 去年赚了差不多八块 可能还不到八块 去年最激起最谷底 但是 我们看到所有的一个研究报告 还有我们内部啊 的一个去反查的一个结果 以及啊 他在啊 前年的一个这样 大投资的一个 五千亿的一个计划 在未来这些 都会花光花乐 所以你会发现啊 我们在锁定一档股票之前 我们一定是把整体的一个产业 都把它详加的一个研究 非常的一个透彻 像XB的一个换区槽 他会带动什么 带动散热模组嘛 所以散热模组 这一块市场也有股票 也会有机会花光花乐 像电子商务的市场 他会带动什么 第三方支付 所以我们国内的一个厂商 有些也第三方支付 在这个地方 大家也可以注意 你看嘛 全世界的一个潮流 不论是Google 脸书 Netflix 特斯拉 以及腾讯 这个叫做 告诉你什么 未来的一个人 产业的趋势方向 但是为什么像 润态纯、润态新 最近的一个股价 一路跌跌不修 你要去了解 现在在香港的一个 高薪的一个 零售的控股公司 在这一段的一个期间 跌了多少 35% 他跌了35% 然后有转投资 他的一个公司 他是不是难免 在股价上 他就会遭受到压力 所以老师要告诉大家的是 一个观念 一个产业 他的一个脉络 一个产业 他的一个怎样 他的一个怎样 一个波动的一个观念 哪些的一个产业 是在这个地方 你真正可以来做一个投资的 当然方向 我告诉你 但是很多的一个细节 买点卖点 老师在这个地方 也法规限制 没有办法 跟大家说得很完整 没关系 老师认为 能够跟人家分享的一个喜悦 就是我最大的福气 所以 各位亲爱的一个投资朋友 如果说你有任何支付上的一个问题 需要老师来协助你 或者 老师一定 你把这个电话拨通 老师一定会尽我的一个权利 来当助你 让你可以走路有风 扬眉武器 所以要祝大家操盘顺利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了 拜拜 至各别有家证券 无不当真财物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付投资风险 优优优 优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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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立 感谢观看